送给最爱的朋友,真的太对了,零一只足长了这有福,零二活在当下这有福,零三不经经计较这有福,零四为自己而活这有福,零五善待自己这有福,零六少计多闲这有福,零七八是想得开这有福,零八自得其乐这一福,零九享受生活这有福,是保持简单先开这有福。 再送你几句大实话,艺人啊,能爱就爱吧,几十年之后,一个石碑就是人生的终点,你占你的,我立我的,再好用的QQ,再好看的博客都看不到了,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在服务区了,两人啊,能举就举吧,几十年之后,一个土坑就是人生的归宿,你讨你的,我是我的,再方便的,再好用的默默都算了。 走不到附近的人了,因为我们都已经没有流量和WiFi了,三人啊,能逛就逛吧,几十年之后,一个木盒就是人生旅游目的地,你握你的,我握我的,再美地风景,再浪漫的季节都感受不到了,因为我们都被孝顺,在一个不到五十公分的黑洞里, 四能吃就吃,能喝就喝吧,几十年之后,就算你还坚强的活着,也是比起咸水的,再香的美食,最好的营养品,再纯的美酒,也是想吃咬不动,想喝咽不下,酒连最好的酒,也品不出味道了。 无人啊,要相互珍惜见一面少一面,吃一顿少一顿,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,不要定直,不要斗气,讨好说话,相互理解。 世上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,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,弄丢了,尚也找不回来,尚搜狗也搜不到了,人生就这几十年,千两勺留下点遗憾,是我的朋友,写得太好了,句句入骨,放给朋友们读一读,大家一定也会赞赏喜欢的,无论你有多忙,请花一秒钟的时间,把它放在你的圈子里,可能您的朋友就需要, 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